其實整個富戶節駕 合家歡電影不算多 有兩部非常突出 一部就是迪士尼的優秀大都會 另一部就是夢工場的功夫熊貓衫 一個是片雜,一個是新作 Sunny,你自己兩部都看過 你喜歡哪部 我喜歡優秀大都會 為甚麼? 因為我很喜歡廣東話 尤其是王子華配那隻狐狸出奇地配合 令容祖兒配音都很好 還令人想起他一出舊片 可能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過 就是這個神經合類 這麼舊的電影 他也是一個熱血女警察 跟這部電影裏扮演的白兔仔Judy 是一模一樣的 我也有看 優秀大都會 其實王子華裏裏做一個狐狸很有趣 基本上是一個騙徒 警訊經常見到那種 所以其實現代感很強 但我看了《功夫熊貓3》 我自己很欣賞 既然你提到王子華 我就很欣賞陳奕迅的配音 因為他已經是第三次配《功夫熊貓》 但實際上你看到他這次 其實那個發揮更加好 而且陳奕迅沒得說 唱歌的人他用聲音是用得非常好 即是你看到他雖然不是一個肥佬 但他配上那種很塵厚的聲音 而且陳奕迅大家都知道 他其實演技很好 你提到《神經合女》 《神經合女》的另一個拍檔 就是陳奕迅 這是他前一階段 其實每個影迷都知道的代表作 如果你未看過《神經合女》 就麻煩你回去看看 否則你會錯過了陳奕迅 一個很好的演出 但其實這兩部戲有甚麼重要性呢 你覺得這個優秀大都會 我覺得這個優秀大都會 是迪士尼計《Frozen》 以及《Big Hero 6》之後 非常賣座的改變動畫 因為他之前的手舉動畫 不太賣座 後來轉去畫電腦動畫 也不太行 但這次由《Frozen》開始 就中興了 連續三號都可以收到 原因是甚麼 大家覺得因為John La Setta 就過去了 John La Setta 就是Pixar的大佬 你說起John La Setta 我就跟他做過訪問 John La Setta第一部戲 叫《反斗奇兵》 因為他初出茅廬 所以就來到香港做宣傳 沒有人認識他 小弟就跟他做了訪問 自從那時候開始 我就認識了這個肥佬 這個肥佬到現在 都一直是Pixar 和迪士尼的靈魂 有一件事大家可以留意 就是只要John La Setta 掛單去哪部戲 哪部戲的那些計畫 內容和票房都可以 這個到現在 我未見過有例外 希望John La Setta的創作歷 一直都延續下去 其實功夫熊貓都很特別 因為其實他是用了一些 港產武俠片的方式去包裝 但是去到最後一段很長的動作 就是一個靈幻大戰 就像什麼呢 就像是龍珠和聖鬥士星馳 所以大家都看到 其實John La Setta也好 夢工場的人也好 其實都很受亞洲電影的影響 這個也都在John La Setta的戲裡面 都見到 就是說John La Setta負責的迪士尼 有一個特點 就是差不多他的戲裡面 都會用電影做reference 優秀大都會有教父 所以如果大家還未帶小朋友去看 這個也是一個好的選擇